大家好我是孫女 這兩天來到了雲林 這次又是要來拍冷門景點的系列了 有粉絲推薦我的雲林這邊有一個相當奇妙的景點 叫做紅螞蟻生態世界 這景點之所以奇妙呢 是因為它位在抖六裡面 不但有一個叫做抖六萬里長城的地方 而且據說老闆每天中午還會唱他自己的那個自創台語歌曲 並且主持團康 甚至會播報即時新聞給他聽 相當的另類 重點是入園吃到飽只需要500塊 可能對年輕人來說沒有什麼吸引力會覺得偏無聊 但對許多長輩來說呢 這裡可是超夯的熱門景點呢 試試來看一下這地方到底有多迷 本次影片收到科沃斯全新旗艦機X2 OMNI掃脫機器人的邀約 只有9.5公分高的全新方形機身 基站還能無速度黃金溫度自動洗淨拖布 搭載強化學習及深度學習 加上自動駕駛機AI晶片及超廣角半固態光達 能夠更精準導航更靈活避障 但能不能通過雲林名產花生的考驗呢 後面就帶大家看看可沃斯基站孫女芝 讓我去雲林買包花生考驗你 怎麼一進來就聞到臭豆腐味啊 要不要吃臭豆腐現在要不要 好啊好啊 一份就好了 一份 一份 不可能一進門就有臭豆腐吃吧 拿著臭豆腐工作人員開始為我們導覽 下面有秋豆腐 然後那邊有烤大豬 然後這邊有烤香腸 中餐餅都可以吃 真的也可以搬餅嗎 對 也可以搬餅 但是要是要全的喔 一次三百五會搬你做 然後這就是綠豆湯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手指區這邊 然後前面有帶雞腿 然後那邊有不容易 也有玉米 也有煎餃 也有煎餃 這邊也有冰冰紅茶 鮮桃粉紅 哇好多喔 我們烤肉的食材在這裡 還可以自己烤肉喔 對 往直筷子夾子烤肉在那邊 吃到飽 吃到飽 對 而且你們會痠痠痠痛的話 還可以按摩 在這邊 哇塞 一百塊而已 好好 太多了吧 想不到入園第一個互動 竟然是吃臭豆腐吧 這個臭豆腐真的很臭欸 所有人都會在那個門口卡關 這居然還不錯吃欸 PR有89 嗯 蠻好吃的 早餐吃完臭豆腐 準備朝園區前進 園區裡面充滿各種可愛的動物雕像 不過一轉頭 這就是那個 就是紅螞蟻的老闆 阿琪自創的台語歌曲 然後是被三立電視台添置 教你做為片頭曲 叫做阿拔 左右護法呢 就是他的兒子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有先看一下 阿琪的YouTube頻道 哈哈哈哈 除了可愛動物雕像 老闆的台語自創曲 還有一些品味獨特的花燈 哇這邊還有一隻龍欸 這會不會其實真的有在斗六的燈會展出過 相當之霸氣欸 正當我有種斗六秋冒園加斗六燈會錯覺浮現的時候 想不到這裡還是斗六湖山水庫觀景區呢 這裡有一個觀景台 可以看到整個湖山水庫欸 哇賽 就是剛剛在底下看到的那一大片綠色城牆欸 好酷喔 整個路錯欸 這有東西吃欸 這有東西吃欸 愛玉仙草 第一手 無所不在的食物 愛玉啦各位 仙草卡冰卡合夾 雖然沒有特別好吃 但可以一直吃 不過說到這個園區最吸引我的 絕對是這個斗六萬里長城 傳說中的 斗六萬里長城 台南白河不是也有一個萬里長城嗎 想不到雲林也有一個斗六長城吧 雖然叫做斗六萬里長城 但全長大概也只有100多公尺而已 達陣達陣 走到萬里長城 好不 是斗六萬里長城的美人關了 然後 相當環保的 轉過來背後就是英雄館 簡單到連你阿嬤都能電報你的長城啊 緊接著就是園區內最後一個景點了 觀賞湖山水庫的 天空橋 終於是 沒有東西可以吃欸 可是一樣是愛玉跟仙草欸 剛吃過了 這邊的風景 似乎更加的不錯欸 比剛剛那個小觀景台更上一層樓的感覺 好慢以現在世界 全吃吧 好快 下山的時候已經接近中午用餐時間 原本冷清的園區瞬間涌出一批又一批的長輩 巨多人欸 嚇死嚇死了 剛才以為這邊冷門 原來是時間還沒到 沒有 哇好多菜喔 天哪 煎餃 先打果汁欸 不行 喝一下 火龍果汁嗎 好謝謝 哇 先打果汁 蠻好喝欸 這個我認可 想不到上次在中後是在吃的烤乳豬 這邊居然也有吧 嗯 煎餃不錯欸 出發前看到網友們雞推紅螞蟻必吃的 則是這個 紅螞蟻定番炸雞腿 我要兩隻 謝謝 超大 大雞腿也蠻好吃的欸 是好吃的那種 學校營養午餐炸雞腿 配上一口這個 現打的新鮮果汁 再次宣布紅螞蟻美食MVP 毫無懸念就是這個炸雞腿加現炸果汁了 太好喝了又拿了一杯 太好喝了又拿了一杯 啊 啊 我們現在要去朝聖一下 每天中午 這個園區的老闆 都會在 這個 場內做一個新聞的現場直播 真的這麼多新聞欸 左邊是老闆 右邊是老闆的兒子 今日要聞是台南登革熱 855例 疫情恐難早結束 OK 他還可以吃了 出醉 終於讓我找到紅螞蟻的冷氣總部了 這個叫做阿琪吐新聞的節目 不像一般主播報新聞會快速帶過 而是有點像台語新聞脫口秀的概念 10號列到32號 夢露面上的片頭 用15個小孩的相片 用帥哥的相片 聖細母啊 久不見了喔 老公 老公 你吃飽嗎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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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老太婆啦 四五十歲啊 你老婆 老公 有些人愛 他媽媽要開刀 年阿公就打架 年阿公就打架 年阿公就說 我在做什麼 啊勁情不夠 你怎麼來討 我勁情不夠 我欠5萬了 老公 這樣啦 你老公5萬 你跟他混過了 32號9千青 五個月的時間騙一項 你說阿妹 啊一個月 一個月騙2000萬 然後中間還會打個歌 最後還有Call-In活動 好 謝謝 根本網紅直播帶貨啊 連開始嗡的那個燈都是神明廳的燈泡 太在地了吧 還是在內建神明廳嗡燈的攝影棚帶貨呢 阿其下播後馬不停蹄立刻展開園區內的五間秀 而遊客們夾菜的夾菜 烤肉的烤肉 紙鴨的紙鴨 斑餅的斑餅 我也準備吃我的午餐Round 2 但吃到一半突然聽到不尋常的廣播 我怎麼突然在廣播系統中聽到我的名字 沒有實況的轉播 上次趁上台 這次被廣播 實在是太搞笑了 讓我忍不住跑去搖滾去看 這時候阿其剛好正要開賞 唱他自己寫的台語歌 台語歌 通 丟 丟 不 我哪唱歌 哪聽 妳可以等我們去想 開始巡迴了 前奏就開始拍照了 哈哈哈哈 每邊移動邊唱 好猛喔 我們可以拍照嗎 我們可以拍照嗎 這裡這裡這裡 謝謝謝謝 最新成功 哈哈哈 哈囉 意外在阿其的粉絲中 撐到了一個我的粉絲 哈哈 在阿其的主場 我連粉絲都要用撐的 但這還只是暖場而已 接下來這段才是 抖六婆媽巨星阿其的 壓軸巨線 阿其還要自己主持 算上 待會 後面他的歌舞團 就要開始表演了 你們等一下會要搖 卡龍也要搖 你們做的搖好不好 對 這樣搖 這樣搖 離開搖 你把把歌曲搖一搖 這樣好不好 來阿其上下的新歌 卡龍我改變 六個鬼 哇 哇 壞聲 不要打 不好笑 不好笑 他真的有戴那個垃圾桶耶 喔 阿姨是自由團員嗎 哈哈哈 他想說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我也可以亂入了嗎 混入表演團中 前面有個阿姨整個瘋狂追星耶 有一個阿姨在那邊瘋狂動 表演看到這裡想說差不多該結束 可以去買雲林名產花生了吧 嗯我還真的有去買呢 香蔥麻辣香蔥蒜片 麻辣小魚乾 花生仁湯香蔥蒜片 香蔬花生、酪花生、各種調味花生、各種花生油 而且 重點是店員跟我說 他們這邊有全台唯一的 第一罐可以喝的花生油 想到了草林的陰影 然後為了會消費一千五塊 我們在這裡是這裡的花生產品裡面 回家假偷刀的時候 試圖只用烏山猴的閃電型開法 好聰明 結果把家裡搞得滿地花生蟹 心煩意亂之際 腦中卻突然浮現了一句話 OKEco 我在聽 開始打掃 好的 開始進行全屋邊掃邊拖 沒想到聰明的科務司 X2 OMNI掃拖機器人就動起來了 科務司全新旗艦機 X2 OMNI掃拖機器人 全新方形機身設計 牆面垂直邊角覆蓋高達99.77% 雲林的花生蟹蟹飄到再小的角落 她也不放過 而且她9.5公分超矮機身 可以輕鬆升入我家沙發底下 把花生碎蟹、頭毛、狗毛、口水汁 通通清理乾淨 但我家這三塊地墊號稱掃力機器人 絕命終結站 不過X2 OMNI 居然以她出色的22毫米月帳功力輕鬆打趴 還用她業界最高自動抬身脫步15毫米 優雅地避免瑜伽電濕搭搭及回洗路上的二次污染 並且X2 OMNI的全能機站也大升級 體積比上一代旗艦機縮小了20% 雖然在我的鳥籠站裡看起來還是有點巨大 可是她有55度黃金溫度自動洗進脫步耶 而且還有自動集成可以75天不到垃圾耶 甚至還有抗菌除臭的盈利指加熱風烘肝耶 更重要的是X2 OMNI智商超高 真乖 搭載強化學習及深度學習 可以邊吸花生鞋鞋 還邊學習強化自己 自動上金的機器人哪裡找 甚至還搭載了自動駕駛機、AI晶片 及超廣角半固態光達 就算你想躺在地上假偷刀 X2 OMNI也可以精準導航靈活避障 但作為一台機器人 如果不能生孔跟鹹魚有什麼兩樣 OK一口 吸力調整成最大 吸力已經是最大囉 OK一口 請吩咐 把水量調整成高檔位拖地 當前水量已是高檔 正在拖前屋 OK一口 我在 打掃桃珠影人 好的 接著開始的情節 終於知道我家叫桃珠影人了吧 多重命令 複雜指令 離線狀態 通通難不倒OK一口 手機專屬APP 還能做超多客製化設定 再加上業界最強 8000% 颶風吸力 熱界最大 6400mAh電容量 正在假偷刀的你 家裡就只插一台 科沃斯X2 OMNI 了啦 雖然影片看起來快要結束了 但紅螞蟻的故事還沒完 阿琪在唱跳兩小時 大批團客都走了之後 依然緊握麥克風賣命的表演 而且就在我要去上廁所的途中 故事有了新進展 阿琪們啦 嗨 嗨 嗨 你們是家族旅遊嗎 你們是阿琪的 粉絲嗎 那是我扶档啊 蛤 真的假的 阿琪的孫子在這裡 親孫子在這裡 阿琪的孫子 哈哈 遇到了阿琪一家人 然後 我們老闆 要送你們的那個 我們自製的蜂蜜 真的假的 這是我們自己養的蜂蜜餐 謝謝 不好意思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訪問一下阿琪嗎 可以啊 可是他好像在休息對不對 沒有他在那邊 我跟他講一下 可以等他吃完飯沒關係 謝謝謝謝 不可能蹭到紅螞蟻蜂蜜 還蹭到阿琪吧 那你做這個很久了嗎 呃 開發 十年 你一開始是在做那個主持人嗎 電台主持人 我在賣健康食物 沒有我在賣健康食物 可是我都講台語 一般你們年輕人比較不能接受 可是很喜歡 第四台北有啊那種 對啊 可是你在講國語 他賣的東西跟我們一樣 可是我們每次講一名男女 就會覺得說 我們東西很差 很親切的感覺 就是年輕人一輩 他會覺得 還有那個是紅螞蟻 對不對 喔 阿公阿嬤不能入門買東西 啊你們都去跟那個動森摸摸去買東西 好像是耶 就很奇怪 所以那你一開始賣這個保健食品 在哪個電台賣 我都在電視 一開始有第四台 我就去當電視的主持人 到現在已經將近25 所以我是第一屆的主持人 第一代電視台 第一代的電視台的 賣保健食品主持人 對 啊節目內容就是在賣保健食品嗎 沒有 我都在講新聞 就是你在那個棚子裡面 對 我在講新聞都是講新聞的 那譬如說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嬤新聞都來報 阿嬤你會聽到不難 來聽到我們會比較清楚 喔 比較臭臭 比較囉嗦 我會這樣盪氣筋這樣講 等到我死的時候 人家會說 哎呦那個國寶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想不到阿琪是第一代電視主持人 報紙放在前面 你是本師喔 我是本師 他肯定是本師 他肯定是本師 我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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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來喔 對啊 我看到他 我看到他在罵人 用壓力 對啊 我在罵人 都還用四股連啊 你怎麼有看他們的節目喔 我 然後在這個園區 粉絲數碾壓性勝利 後來為什麼開了這個園區呢 我是鄉下小孩啊 我覺得我以前生活的那個環境 都是跟昆蟲啦 蘇蛙蜻蜓 五體為伍 可是現在都沒了 就像我們斗六四 這些東西都看不到 你是斗六人嗎 對 所以我想說行有餘力 有賺到錢的話 就做一個生態保育區 那還可以賺大錢 我們所用的就是 游覽車的群組 有租群 因為他們有錢又有錢 他們來這邊 都不會嫌東西 倒是假的 那老人家欠菜頭好啊 粉質有點不好 那年輕人不一樣 還有這個流浪頭這麼多 補衛生 老人家拿來管理室 流浪狗 他不出來家裡悶得慌 那要出來後又不會走路 你們有時候會 也肚子把他擺一堆 那老人家沒有辦法去爬山的 讓他吃東西 讓他一出來 就一直吃 吃到回去 看到那邊有吃的 就拿來猛嚼猛嚼 等到他兒女下來 就是我媽妳要吃什麼 我已經吃肉了 雖然阿琪在園區裡面 看起來就像個台POP叫好富 但他就說他小時候 完全是第一種人格 我以前在國小跟國中的同學 他們都說這個以前是啞巴 不跟人家講話的 所以你以前不是這麼外放的人 我高中的時候 我是自己開智慧的 我覺得我在像國小像國中 一輩子都沉默寡言 這一輩子一定很糟糕 所以到高中去 我的個性整個是180度的 完全不一樣 我以前是公哥 那我們家就窮人家小孩 那後來就是警校在招生 那受訓開始就有錢 有錢可以領 所以你就去當警察 對 那就當警察了之後 哇 那人生觀又更翻 那有什麼當警察當一當覺醒 然後又不當了 我只覺得 以我的口才 做生意應該會很好 所以你靠賣保健食品就賺錢 然後又開了生態農場 對 我保健食品 再賺錢這樣 賣得很好 可是我滿會投資 我有在投資房地產 我本來是小塊地 小塊地這樣 慢慢的它慢慢長慢慢長 那這一塊地 那一塊地 那一塊地 我看你們公司有很多門市 門市全國有23家都只有 該不會都是你投資的地方吧 那都是我投資的 原來是地產大亨齊哥啊 最後我問阿齊 他做生意的秘訣到底是什麼 你看我的手 你來摸摸我的小手 可以嗎 很粗耶 對 你超粗的 超粗的 超粗的 我的人生經驗就是打拼而已 就是拼而已 這樣而已沒有其他的 以上就是這次解鎖雲林冷門景點 紅媽以生態世界 跟抖六婆媽巨星 AKA生意奇才阿齊的故事了 沒想到一間地位十足的生態世界 讓我見識到從未見過的領域 阿姨叔叔們一雙雙炙熱的追星眼神 最後都能神奇地轉換成一張張的新台幣 阿齊真的讓我太佩服了 想必大家現在都學到做生意的秘訣是什麼了吧 阿齊說他出過五張專輯 寫過上百首歌 甚至還幫自己家鄉寫過歌 我們抖六市長 他這裡有一個碰棘公園要開幕 很漂亮 他不輸都委區很漂亮 抖六市的碰棘公園很漂亮 你可以去那邊錄 碰棘其實就是松石 那市長說幫我們寫一首歌 我說二一個月太急了 那我一個小時就寫出來 我們都住在倒六市 大家叫我們是豐市 豐市我們也有名字 我是豐豐 我是雞雞 豐市豐來 豐豐大口袋 雞雞咧咧咧 來這裡吃湯來 豐市豐豐市 豐豐大騎騎 豐騎公一首市 要吃要送死在你 所以我說我死了才會變成國寶啊 歡迎搜尋豐豐騎騎之歌 我已經被洗腦到把豐騎公加入最愛了 咁吐